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每一个难道不像仓库吗 我们经常经过那边 我经常经过那边 的确看到很多校车停在那边 还在修 但是我真不知道那边就是校区的后勤 其实后勤基地 它不能叫仓库 后勤基地 对对对 你的这个说法比较明确一点 其实它的英文它的叫法呢 说那边是一个维修区域 整个的一个维护 Arcadia校区的这样一个后勤的维护区 对 因为通知上叫我们去看的 其实是看他们怎么做营养午餐 那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我以为是一个中央厨房 最后才知道 原来它整个一个校区的后勤 都是在那边 包括修校车 做午饭 好了 现在我进的就是中央厨房 我是第二组 第二组的第一个参观的就是这个中央厨房 你们就这么进去了 不要换衣服的 当然 那么还得穿白大褂吗 你像上海那些不是要什么风铃啊 戴帽子啊 那我去的时候好歹已经晚上五点半了 这个仓库很有意思啊 首先啊 我觉得很意外的就是你现在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仓储的这些东西 它都是为了明天的这个整个Arcadia校区小学 中学和高中生 一天所需要的物资 记住啊 一天 一天就吃了这么多东西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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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到的这些是他们明天早上就会运出去的 而且是会把这边这个仓库给清空的 然后呢 等到明天如果还是工作日的话呢 它要到下午的大概也是这个时间点 这些东西会重新进来 所以它里面每天都是 一次性饭盒有的 好多 这个一次性饭盒不单单是在这边 还有在另外的这个仓库里面 它还会有这个库存 它这个到底是外包的一家企业 还是他们自己就属于government 我回答 我问得非常好 这是一家大公司 这是一家企业 十家公司 对的 它们就是为Arcadia校区专门提供这一类的后勤保障的服务的 所以除了中央厨房 你刚才看到的校车维护啊 是同一家公司 是同一家公司 对的 这个是冷库 这个冷库还和旁边的那个仓库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不要看它外面这么fashion或者说现代化 背后是一个非常老的 这个冷库大概一九九几年的时候就在那边了 他说今年还不知道明年就退休了 就是外面那个门看上去比较好 但是其实后面 后面其实挺简陋的 他们这种会有招投标吗 因为我这上海的那个后勤都是招投标的 有的 有的 几年做一次啊 这个具体的我不清楚 你忘了之前那个经合组织这边 他们对于小企业招投标的 这个是有专门的活动说明的 这个也不是说你今年招投标你就能够成的 哎 现在我告诉你啊 你看 这是一个寿司机 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从下个月开始学校会提供寿司 然后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做寿司是用寿司机做出来的 不能用寿司吧 太粗畜了 这边这一个是spaghetti的这一个机器 就是做意大利面条 做还是煮啊 做 做 面自己做 对 旁边有那个和面机 反正所有的全部都是完全现代化 虽然说还是有工作人员的 不过那天很可惜啊 我是吃完晚饭去的 我没想到中央厨房会给你吃 可以给你尝试那个sample 然后呢 从意大利面条到pizza 你看pizza 对 还有他做的那个色拉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待会我会放给大家看的啊 orange chicken 就panda express这种啊 对的 对的 而且是什么 是他们Arcadia High里面经常吃的一种餐 orange chicken加上炒饭 那难怪高中生午饭都出去吃都不在学校吃 是的呀 不过你看还可以 炒饭还可以 这个orange chicken实在是锅包肉想 那就是锅包肉酸酸甜甜的 反正大家都知道来美国的中餐它就是几个味道 酸酸甜甜辣辣 那就是美国中餐的味道 好 这是我们参观的第二个 这个呢 准确来讲呢 是什么呢 它的所有的这种装修 设计用的这种材质 哦 懂了懂了懂了 对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在边上展示的这种 不管是沙发啊桌子啊 然后呢 其实我当时听它介绍的时候呢 它就是告诉你说 他们用的材质的这个环保性 然后呢 它这个 没有甲醛 甲醛英文怎么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说到啊 然后呢 就是它会给你看到 他们不断的在更新校舍里面的这种设备 这种软装 然后呢 使得 其实你不要看是公立学校 他们其实一直在维护 一直在翻新 对的 我经常看到他们的车在校区里面逛的 对 包括这个部门 他们其实还负责维修车辆 所以他们是整个的就是硬装 硬件设备的这个维护 反正怎么讲呢 那修草皮是不是他们修的 修草皮 修草皮好像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这个公司的那个职责范围 但是我只能说啊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部门而言 他们其实分工是非常明确的 就好像他是会负责修校车 采购校车 但是呢 关于校车里面的司机管理 路线管理这一块呢 他不是在他这一块 反正我觉得 硬件管硬件 采购官采购 运营管运营 没错 然后呢 其实你不要看这是个仓库 或者说带一点办公室啊 他们的这里面的内部装修 也做得很有小心思的 反正在看的时候呢 就觉得说在这里面工作应该也是蛮快乐的 比如说我可以带你来看到这里一块啊 这里有很多他们用各种各样材料做的 关于我这是营养午餐 我这边有的硬盘 有的这个这种什么网线 然后呢 我们是一个连接在一起的一个team 然后呢 这边你看他画了一个校车 这个校车 等于这堵墙把他们这个后勤公司做的工作全都展示起来 是的 没错 包括其实他们上面签名都是那些board 就是董事会成员 这一次来参观里面有好多老头 都是他们的VIP等董事会成员 一看这个年龄估计当我爷爷都有点嫌大了 所以他们这次展示不只是对家长 其实也是会懂也是对董事会 整确来讲它是对整个Arcadia地区开放的 只不过呢 我不清楚为什么可能因为种种言语 可能大家收不到邮件 可能觉得英语介绍 所以来参 真正那当天来参观的人是比较少的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有意思吧 他这个这个电风扇 不好意思 反应不过来 这个呢 是一个类似于shop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那个维修设备的一个仓库 里面呢 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维修的这种扳手啊 这我是五金工具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怎么讲 感觉就好像我要搭房子 我除了房子那些水泥啊 沙啊这些东西之外 要的要的 我还有很多的扳手 还有很多的工具 你自己想想那帮小兔崽子 就是那些学校的设备椅子 摇两下不全给你弄坏掉了 你这些东西一定要经常去维护的 是的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过去看的呢 就是负责校车维修的这个区域 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 第二个那个仓库刚才我们看的 它是采购校车 但是呢 你真的要校车的维护 包括每天的加油 加气 它这里面差不多一半是电动车 一半呢 是还是用油的 所以有电动车的 对的 对的 待会你可以看到我上的那样电动车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是可以直接在这边加油的 所以你不太可能会看到 这个校车在外面的加油山加油啊 对 我其实平时路过那一块 看到的就是他们修校车这一块 因为这个是在最外面嘛 所以我一点都不知道 那边还有中央厨房 那我看到绿颜色就是电动车 对 绿颜色就是电动车 就看到有绿颜色了 就是电动车 他们呢 一共有22辆小车 然后呢 工作人员就是那个开车的司机 大概是19名 这个不是他介绍的 是有一个家长一定要问 然后我在边上听到的 那就是还缺人啊 不缺人 他们哪用得着这么多小车 就是车是荣誉的 对 人是一对一的 对的 对的 我也是第一次上这边美国的校车 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然后这种大的呢 其实都是那个加油的 然后这种偏小的都是这种 加那个新能源的 绿颜色的嘛 对 这个在马路上一看就看得出来 因为它涂了绿了 我就知道它是新能源 但是我没想到有这么多 对啊 它有氢气的 对啊 它有加气的 然后它有加油的 哦 这么氢气 是那个LPG 是 这是我参观的最后一个仓库 这里面全部都是什么 A4值 然后你看 文具 对 那屏幕 电脑屏幕 然后呢 它还有好多新采购来的打印机 它说原来他们校区里面的打印机 每个学校 每不一样的年级的 他们用的都是不一样的型号 对啊 你看 A4值用的都是不一样的嘛 很有意思 它说每一次给他们更换 耗材都很麻烦 然后他们现在采购了一批 一模一样的 对 这应该 从现在开始 他们马上就要发放一模一样 然后你看到 呃 这个人的后面 嗯 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打印 这个打印干嘛的 知道吗 嗯 我们小朋友的成绩单 都是在这里打印的 当然现在都是发电子档了 以前全都是在这边打印的 放个的成绩单 放个的成绩单 对的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 刚才你说 哎 他这边还有很多水 他说水在这边是很重要的 哦 他前面还介绍了 还有很多人捐赠的N95的口罩 然后他说了一句 现在这些东西都扑出来了 怎么办 对的 很多很多 然后包括这些水 也是有人捐赠的 呃 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哦 水干嘛用的 对 水干嘛用的 看旁边是不是有饭盒 嗯 他说他们饭盒分成这种环保的 还有这种 Protest就是塑料的 我看到的 然后的话 也有金属的 我看到的 有的 都有的 但是他们这些东西都有 然后我很好奇旁边那个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没好意思问 保温箱啊 哇 保温箱啊 哇 你厉害 你不去你也知道啊 我们毕竟在新加坡是做餐饮的 这个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保温箱怎么看上去跟保险箱一样 就保温箱 你可以移动的保温箱 对 然后它旁边还有手套啊 乱七八糟 哎 这就是我说那个冷酷 背后的样子 对 背后的样子 是不是看上去很简陋啊 那它不是简陋 让我告诉你 它这个冷酷 因为它是仓库 它是搭出来的 搭出来的冷酷 所以他说它这个冷酷 最晚明年就退休了 他们在建一个新的 这个仓库我印象当中 或者说这个后勤保障系统 他们其实是从 一九八几年就开始做了 这个是我从他们官网上 接下来的画面 就是这里新的这个区域 重新开通的 当时的一个剪彩仪式 你看这些board 是不是有年纪很大的 下次一起去看看 嗯 好好好 谢谢